生活将就了以后累的是自己 又累心 又累体力 我想说一下刘女士 您今年是50岁了 是 但您活得跟一少女一样 您根本不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 您想象的婚姻生活是 我为你付出一点 你也为我付出一点 我们两个一起把这个日子 过成我想要的样子 但根本不是 刚才您跟您男朋友在对话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所以我觉得您这四年 最苦的一个地方是 您自以为是的在为这个家付出 的确您做了很多 但是您做的很多东西 并不是能够得到双向回报的 您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两个男人 没有辞职家能力的男人 是需要您来照顾的 您很清楚地知道 但您想象的却是 我就想要过浪漫的爱情生活 根本没有 所以我会觉得 您的付出到底是为什么 以前那个家没了 为了得到新的一个家 还是您真的想要一个 您想要的家 如果您想要您想要的生活的话 我劝您赶紧离开吧 我其实很理解你们两位的现状 大半生都是自己一个人过了 然后生活是什么样子 自己已经习惯了 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没有问题啊 你们过去其实都不想结婚 女士也一样 固然照顾年迈的父母很伟大 很奉献 但其实核心还是你不想结婚 我们看到也很多成了家的人 依然可以孝顺父母 我推测大概你会觉得 照顾父母得到的那种情感的回馈 和你付出得到的价值的体验 在你心里是排序第一的 是 你可能在和男女相处的关系中 至少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得到那么让你满意的回馈 所以你是放弃了和男人相处 全身心地去照顾了父母 是 所以过去你也不想结婚 你不需要婚姻 男士也是 你过去一直是一个公子哥 我不愿意承担责任 我老父亲以前老母亲能照顾 我们都过得悠哉悠哉 一点毛病都没有 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 但是为什么这四年 你们俩凑到了一起 因为生活在变啊 年龄在长啊 头发在少啊 自己也有危机感了呀 也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那么随意地过自己的生活了 自己会老会病 会需要有人相互扶持 这是现实啊 我们再浪漫再理想 也抵挡不过现实了 所以现实摆在面前了 我觉得先生 你应该感恩这个女人啊 就你这样一个 这么爱自己 爱享受的状态 随着你父亲的年迈 你照顾得了吗 你甚至连你自己 可能以后真要光棍了 退休了 自己也照顾好自己了 你需要一个女人 既然现实摆在这儿 你选择着需要一个女人 那你必须改变 因为这是生活 你自己不愿意去成长努力 将来搬起石头 砸脚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劝你 改吧 女士也一样 她的爸爸不是你的父母 你做什么 你父母都感恩 都愿意听闺女的 你们是在一个家庭 成长出来的 生活习惯是类似的 人家就是不一样 味就味点吧 怎么办啊 老人都有味 你让他天天洗澡 真出个意外 谁承担了后果呀 这个男人也一样 你之所以选择他 没有结婚 你觉得很简单 不复杂 那你势必要承受 他就是简单 他就是自我 他就是过毒了 否则人家早结婚了呀 这个年龄想走在一起 又没有过婚姻的过往 除了妥协 没有别的方法 反正这个年龄 能遇到一起 彼此愿意付出 挺不容易的 我还是希望你们 能够彼此感恩 彼此珍惜 妥协包容 能够携手往前走